各位小七車觀點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車是很多豪華品牌的車迷 引頸期盼的B&W的純電車B&W iX 說到B&W它做電動車的淵源 其實可以從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的時候說起 當時B&W打造了兩台純電的1602 作為慕尼黑奧運會的時候 接送貴賓甚至在馬拉松有一些項目 做前導車之右 那是B&W做電動車的開端 當然在這漫長的過程當中 數十年間B&W一直也以概念車的形態 發表了非常多的概念車 比如說它有做過130的純電車 有做過B&W E1 也有做過Mini E B&W Active E等等 非常非常多 但是說到真正的量產 就要從2011年B&W宣布成立了i這個純電子品牌來說起 2011年B&W i成立了之後 推出了B&W i3 Concept 這台概念車 同時在兩年後也就2013年 正式推出i3 這部純電車的量產版本 在2014年的時候 B&W除了i3之外 還推出了i8這一部跑車 i3跟i8都用了非常多 B&W當代最新的科技 在2020年7月的時候 也以X3為基礎 推出了iX3 這一部純電的休旅車 那我們今天試駕的這一台 iX它是在之前所展出的iNEX 這一台概念車 具體量產化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的概念 都和先前那部iNEX的概念車 是非常非常類似的 那這一台車是在2021年12月的時候 在台灣開始預接單 目前接單已經突破了1000張了 可以說進來除了Tesla之外 最熱賣的一款純電車之一 首先心在哪裡部分 先跟大家報告的是 這一台是B&W基於純電的品牌 所打造的 那首先幾個重點 先跟大家報告 它當然是全部全新的 但幾個產品的重點 跟大家報告 第一個 它的車身外型的風阻係數 非常的低 0.25 那當然也牽涉到 整個電動車它的底盤平整化 還有它運用了很多隱藏式的設計 比如說在車頭盾牌 這個俗稱水箱護照的造型 的飾板裡頭 它隱藏了包括雷達 還有攝影機等等 都隱藏在平面裡面 車身也儘量做的平貼 包含車門把手等等 所以風阻係數 空氣力學可以有效的優化 在內裝方面呢 它是BMW首度導入iDrive 8.0的車款 iDrive 8.0整個車載系統的操作介面 和以往7.0版本 有很多不一樣的進化 再來是導航部分 它加入了AR虛擬實境的導航 有關車型編程方面呢 目前總代理范德公司呢 它導入台灣的台灣規格 總共有三個 那目前上市的有X-Drive40 今天試駕的車 以及X-Drive50 分別正式的售價是320萬 以及390萬 當然不包含選配的價格 那再來就是現在已經 目前開始接單的 頂級性能的版本是iX-M60 那M60的話呢 它目前接單的價格是620萬 當然呢 跟台灣的同一車比較起來呢 以車身尺碼來看的話 最接近的應該是Audi E-Tron 以及Model X 好 首先我們來看外觀 外觀我知道一定有很多的感覺 對不對 但是呢 這我建議你來看實車 因為影片 照片 可能跟你實車的體驗都不太一樣 那車頭來看的話 當然你的視覺焦點我知道 一定還是會放在 我們傳統水箱護照這個位置 這個雙盛型的水箱護照呢 現在變成蝴蝶狀了 那面積也變得非常的大 搭配呢 非常窄化的頭燈 所以這個造型的比例 的確看起來相當的震撼 我第一次看照片的時候 跟你感覺一樣 但是實車看起來呢 我覺得看久會習慣 那在這個傳統水箱護照的位置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一樣是用格狀的 但看起來很像一個壓克力的反光板 其實這個原廠特別有說明 我用了一個叫Shi-Tech 這個平整化的科技 以這一塊板子來說 它包含了鏡頭雷達等等 都在這裡面 原廠宣稱這有自修復功能 如果這個刮傷不小心有一點輕微刮傷的話 在大太陽下5分鐘或者是24小時之內 它會自動回復 所以這也算是一種細微科技的展現 那BMW Logo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你壓下去之後它會彈開 彈開做什麼呢 雨刷水從這裡面夾 這很有趣對不對 那下面的氣霸部分 它採用黑色的鋼琴烤漆 加上條紋的處理 傳統引擎蓋的位置 它有兩道激烈的線條 其實這和現在新的四系列非常的像 從車裡面開車的時候 你不見得看得到 但是從外面你會覺得很有立體的感覺 那講到這裡你一定會好奇說 這個引擎蓋怎麼開 我們剛剛編輯找了很久 找不到在哪裡 但是後來我看國外的影片 知道在哪裡了 它不讓你開 所以它沒有做傳統的引擎蓋的拉筆 它是用兩個拉環 分別在左邊跟右邊 你要在右邊先拉一下之後 解開第一個鎖 在左邊再拉一下 解開第二個鎖 那這個蓋子就可以打開 打開裡面是什麼呢 打開裡面就是它的三電系統 包含電能管理系統 包含馬達 還有一些傳統油車 該有的基建的結構 都會在這個蓋子裡頭 但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 打開之後它不像Tesla 前面做一個行李箱 可以放一些雜物 甚至那個行李箱的容器 還不算太小 但P-T-R-U這個做法 比較像傳統車廠的思維 而且它現在進一步 把引擎蓋封起來了 讓車主自己不要去動這個 好再來我們來看側面 輪胎非常的大 私人車選的是22吋的胎 那標準也會是21吋的 那為什麼要做這麼大 其實這就是未來電動車的比例 輪胎都盡量放大 那再往後看呢 這又有一些造型上的特點 跟以往BMW的思維是不太一樣的 你看不到杜戈飾板 那杜戈飾板被什麼取代呢 這台車是用鋼琴烤漆的飾板 加上下方它採用玫瑰晶的鍍鉻處理 包含車門靶 包含後照鏡的下半圓 還有窗框的下半圓等等 看起來還蠻貴氣的 那當然也搭配了很多鋼琴烤漆的 面板的處理 再來我們來介紹車門 車門的門靶也是 Shitec的一部分 為什麼是平貼式的 但是它不像其他的編道油車 它改成像以往前三個世代 BMW的那種平貼式拉的門靶 它是電控式的 打開之後無窗框的車門 四個車門都是無窗框的 那當然為了耐用性以及隔音的考量 它前面還是有做一塊小的三角窗 好那當然我要第二次再打開車門 為什麼呢 BMW在這台車上展現了非常強的造車工藝 它幾乎是用炫技的手法 再炫每一個細節 打開車門之後你也可以發現 門檻整個側面的側板 是用carbon的材質 那這個當然是從i品牌開始之後 無論是i3或i8 都大量的採用carbon的材質 那一來它對於電動車 更要求的側狀標準 它會有更好的防腹效果 那二來它對於車重 會有很好的控制減重的效果 好 剛剛那車伍的設計當然也是耳目一新 那在低柱方面它有一個iX的飾板 這也是造型上非常別緻的地方 那尾燈的話採用的是漸進發光帶的 LED的尾燈 看起來也是相當漂亮 那logo方面一樣用了Shinitech平整化的技術 所以它的鏡頭是整合在整個BMW的logo裡頭的 那保鮮蓋的話採用鋼琴鋼琴車色 雙拼的處理喔 那兩側有比較凸起的外觀的線條 好 現在打開行李箱蓋喔 行李箱蓋當然是電動的喔 這個行李箱呢標準的容積是500公升 那同時在底板的下方還有一個 滿深的置物空間喔 那當然這個後面呢 因為有電動馬達的關係 這個車是市區的喔 所以後面有一顆馬達 那所以呢整個行李箱的位置 的距離高 感覺會稍微高一些 那拿行李呢就會比較費力一點點喔 但是基本上它的容積呢是夠用的 不過呢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是 它的開口是傾斜的設計 所以有一點像SUV Coupe喔 你在上層的空間利用性會稍微差一點 所以它說是500公升 但是呢你有一些行李 可能就會卡在這個地方喔 當然行李箱是夠用啦 那它這裡也有兩個電動收折的按鍵 可以把行李箱整個倒平 倒平了之後呢整個空間是全平的 可以來到1750公升 那這行李箱容積的話 大概會符合你對中型豪華SUV的期待 比如說像GLC這樣的大小 但是你不要覺得說它的尺碼 有X5這麼大 所以行李箱跟X5一樣大喔 不是喔 它這台車的尺碼雖然看起來很大喔 但是你應該把它視為是一部 中型偏稍微大一點點的 豪華品牌的SUV 那尾門打開之後還有特殊的地方 就是跟前面門檻一樣 它這兩塊一樣是做 碳纖維的車體的結構在這兩塊 那同時尾燈因為已經上去了嘛 所以它還有做第二組副尾燈 來讓你尾門開啟的時候 夜間還是有一些安全上的保障 我現在坐在IX的內裝裡頭 前排座一坐進來呢 先講一講我的感覺 真的非常的科技喔 如果你之前有看過那一部 INX的概念車的話 你會覺得很多設計的手法跟概念 都傳承到這部量產車上來 那坐進來就會很符合你對未來車的期待 就是跟開現在的BMW確實真的很不一樣 那當然第一個未來感是有了 第二個是製造工藝 還是你熟悉的BMW 就是水準非常的高 那第三個就是車內的氛圍非常豪華 用料非常敢給 那首先映入眼簾的最主要視覺焦點 是這個曲面的螢幕嘛 那搭配的車載系統是iDrive 8.0的系統 那iDrive 8.0系統呢 在整個操作介面其實變得非常容易操控 也更順暢 那也多了很多手勢控制的功能 當然為什麼要多了那麼多手勢控制功能 因為我們可以發現 它的開關按鍵大幅的簡化了 甚至連空調都沒有按鍵了 你要在這個曲面的螢幕裡面來做操作 那如果你覺得很麻煩 你自己可以設定手勢控制的自定義 那你就這樣子比一比 就能夠調整它的風量 那第二個就是 虛擬的按鍵大幅減少之後 它當然還有保留一些 但是大幅減少之後 它多了很多的快捷鍵 那它的快捷鍵包含燈光 比如說這裡按一下 你就可以很快的進來車載系統 調整你要的燈光 比如說甚至在座椅 座椅這裡按一下 都是很直覺的位置 這裡還有車輛的控制 就車輛的控制按這裡 就會進入它的快捷鍵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調整 好 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我們再看方向盤 方向盤是一個不規則的形狀 這大概跟現在很多車不一樣 但是它還是維持一個 大體是一個圓周的造型 雖然不是真圓的 那再來其他方面我們來看 門市版的設計 我覺得蠻創新的 那特別是這一次 iX它都標配水晶套件 什麼叫水晶套件 你看iTRAV的旋鈕 水晶的 以前在BMW 有一些車系上面 可能要比較高等級的車才有 或者是要選配 但它這一次標配 那看起來的確是還蠻高級的 那甚至連門市版上面的按鍵 都是看起來是很漂亮的 那這一次的配備也給得很齊 包含Harmond Kardon的音響 包含你說電條的方向盤 電動的座椅 甚至天窗等等都有 而且這個天窗呢 它是沒有布幕的 那它靠怎麼調節呢 如果你有趴太陽的話 它裡面它是靠電控 去調整玻璃的透明度 跟透光度 所以這也是另外一個 很高科技的地方 那再來跟傳統 你開BMW的車 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開門 它現在改成電控開關 按開關開門 那當然也有實理開關 在下面這裡 如果電控開關壞掉了 下面有機械式的開關可以開 那中控的部分呢 其實跟i3一樣 就是左右貫穿式的設計 那當然如果像台灣宰相 你這裡沒辦法下車的話 你很容易可以穿過來下車 那整個視覺上也比較開闊一點 那在扶手方面呢 跟前面的排檔桿 還有iDrive的控制桿呢 就都坐在同一個平面上面 所以扶手是好用的 那iDrive這個也很好用 那比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在iDrive這一塊面板 是真的木頭的材質 但是它上面有內建的按鍵 而且按起來 是真的有整個觸感的 那排檔桿在旁邊 引擎的啟動跟洗火箭也在旁邊 那這台車比較特殊的是沒有P檔 所以停車的時候你直接按P 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下面的話呢 下面是杯架以及無線充電板 那扶手打開來有一個空間滿大的容量 而且它空調也可以倒進來 那座椅的話特別講一下 iX的座椅呢是這種一體式的座椅 那座起來當然不像很多 BMW運動化的車型來得這麼包 但這座椅是一個突破 它整張椅面不像以前的剪裁 都剪在這個水平面這裡 它整個往下包覆了 所以有一點像我們家裡的沙發的剪裁 所以這也是非常特別的地方 另外它的內裝的材質用得不錯 觸手可及幾乎全部都是整體 而且iX它傳承了i品牌一個傳統 就是儘量環保 雖然還是用了很多真皮 但是它的製程 它改成了橄欄柔製的製程 所以它不會有太多刺鼻的味道 同時這個皮摸起來也相當的柔順 感覺也是非常的高級 總之呢總結一下 坐在前面第一排你的感覺 第一個很未來 第二個呢配備給得起 第三個就是用料也很敢給 那接著我們來看後座 好現在我們來看到第二排 這個車軸距很長3米 其實以它的尺寸來講 剛外觀的時候特別強調 它大概跟X5是處於同一個尺碼 但是呢你還是要把它當成一個 豪華品牌的中型的SUV來看 為什麼呢因為它的空間的配置 我覺得是它的弱項 就是它不像你期待的 比如像Tesla 它的空間非常非常的大 有很多你想不到空間的利用 它沒有它就是一個傳統的 這個油車空間的配置的思維 那當然它空間還是很大的 比如說第二排中間的空間 左右橫向的空間就大 所以如果你是坐三個人的話 這台車應該會還蠻舒服的 那除了寬度夠之外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下面這個中間是全平的 而且呢這個中船啊 前座的扶手是往內縮 所以中間乘客的腳步位置 你看幾乎跟兩側是一樣的 所以加上寬度夠 所以坐三個人好坐 而且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旁邊這個地方 它還是一樣用很柔軟的皮質來做包覆 所以即便你往旁邊靠都是很軟的 然後這個扶手也做得很符合人體工學 你看看這個扶手 兩個是一樣高的 所以編道路最厲害的就是人體工學 那它在這方面 後座的話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豪華感也營造的還蠻不錯的 那最特別的是中間這個位置 四區的橫紋空調 四個出風口這沒有問題 那後座的椅背的話也非常有設計感 這裡有一個鋼琴烤漆的螢幕 兩側各有兩個Type-C的插頭 同時這個洞打開來之後 這應該是後座引擎系統支架的插孔 然後搭配傳統硬式的地圖帶 所以如果你舒適性來考量的話 這台車的後座地區是做得還不錯 還有一些小貼線的地方 比如說ISOFIX的插孔 它可以很輕易的就拉起來 然後也可以不裝在座椅的時候 也可以把它演示得非常好 所以這些都是傳統車廠 特別是B&W很小貼心的地方 好我們現在終於開了ISOFIX的 X-Drive40上路了 那這台車它是前後雙馬達 是前後軸各一顆 那最大馬力是326匹 最大扭力是630牛頓米 模擬四驅的形式 那0到100原廠公布是6.1秒 那你如果選擇50的話 也到4.6秒 同時馬力也會上升到523的最大馬力 扭力也會提升到765牛頓米 那當然售價很相近的是X5啦 那X5的話大家可以來比較看看 231匹馬力450牛頓米 0到100大概是7.5秒 當然比這個車算是慢上一些啦 那它電池的話 40搭載的電池是76.6千瓦小時 那如果是50的話是111.5千瓦小時 那續航里程的話呢 根據WLTP的測試的結果 那40的話最長可以來到425公里的續航 開一般純電車呢 有一些車還是會有撥片 撥片主要是調整回收模式 但這車沒有啦 那回收模式在哪裡調整呢 在車載系統裡面可以做調整 它有四段可以調整 強中弱以及主動式 那我建議大家把它放在主動式 它會根據路況自己來做判斷 那在開起來的感覺 你可以感覺它在路況許可的時候 你放鬆油門它會回充的 那如果強的話呢 其實回充效果還蠻強的 那你可以用排檔桿 直接往下撥到B模式的時候 就是比較趨近於單踏板模式 那如果你比較習慣的是 開油車的感覺的話 那你如果調到弱的話 其實跟開油車算是還蠻像的 好這台車站在市區的時候 你把它放在一般模式的話 就會開起來還算蠻柔順的 大概就會符合你對高級車的期待 但是上高速之後呢 當然因為它少了引擎的聲音 所以它整個輪拱的聲音會稍微大一些 像現在大概時速90公里 90公里多的話 你可以比較明顯感覺到 輪胎和輪拱的聲音 但除此之外 其他的聲音聲響非常的少 內裝的組裝的工藝也非常的高 這一點是相當不錯的 那如果我們把它放在運動模式的話 這個車就會感覺會比較衝 比較像很期待的電動車的感覺 好至於這台車開起來衝什麼感覺 它跟你開過的 BMW 會感覺很不一樣 這台車開起來比較沒有 像傳統那邊的運動性那麼樣的強 但是呢它說實在的 在彎道上它的重心非常的低 底盤有電池在坐正 壓在這個車子重心比較低的位置 所以整個穩定性開起來感覺是高的 那 BMW 長久以來在底盤調校的功能 其實在電動車上面也可以發揮出來 它的行動性表現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認為說 你買一部電動車開起來 還是要有高級車的感覺的話 那這一台 iX4 做得還算不錯的 那當然它跟以往的變態 感覺不太一樣 至少椅子坐起來不是非常拋 但是你開起來是很舒服的 就如果你覺得說 這種SUV開起來柔一點 你感覺是比較好的話 那其實像現在定速巡航 整個車子非常穩定 非常安靜 椅子非常的舒服 其實是一個截然不同的感覺 這一次它的駕駛輔助系統呢 你可以在它的儀表裡面看到 所有的路況的畫面 就是你前方有車的時候呢 它會顯示車子在哪裡 那包含左方有車 它也會顯示 而且抓的資訊都相當的清楚 運作也相當的細膩 其實BMW還是有駕駛樂趣的 你放到運動模式的時候呢 整個性能跟一般模式就會覺得很不一樣 同時它會有模擬的音效 這模擬的音效呢 據說還是名家設計的 那很有開油車的感覺喔 但是又比油車快很多 那這個音效呢 這一次台灣的規格 有Harmond Garden的喇叭 那這整個音效確實還滿不錯的 如果對造車供應很要求 你也比較喜歡傳統的車的話 IS真的是一部很好的選擇 為什麼呢 因為它保留了你所有對豪華品牌 特別是BMW的期望 但是它會融入了很多未來的感覺 很好的質感 很棒的配備 甚至連駕駛樂趣 雖然是電動車 它都可以靠音效 還有它絕佳的底盤的調教 來滿足你對BMW這一塊渴望 所以這台車友認為呢 真的是目前喔 台灣的市場可以買到電動車裡面 確實是相當不錯的一個選擇 最難怪它的接單現在已經接單了1000多台了 超過1000台了 所以如果以這一次IX的開價來看的話 40390萬 那50是390萬來看的話 配上這些配備 還有它的續航理整 的確這個價格帶我覺得是落得算漂亮的喔 那當然這車有沒有缺點 這車我覺得有 就是尺碼很大 但是內部的空間不像你想想說 有什麼大 這分兩個部分來說 第一個部分呢 是內部的空間 你看同樣的尺碼 Model X可以做到三排椅 那這個車的話就很標準的是 大的中型SUV 那再來比如說前蓋 人家Tesla都可以做一個行李箱 這個就是傳統方機械的地方 那這個我覺得就有點不夠創新 那當然撇除掉這一些 可能每個人對車的期待如果不一樣的話 用傳統的車輛的標準來檢視S 就覺得說這台車真的還滿不錯的喔 這樣的價錢有這樣的性能 然後這樣的那種質感和這樣的配備 的確是還滿不錯的喔 我們今天呢 一樣我會開到彰化去 我們等一下一樣會測一下續航里程 看看實際上模擬 平常比較中長圖的開 到底會不會有里程焦慮 那這台車我們今天早上這樣一天 現在是下午3點20分 這樣一整天拍攝加試車下來 已經跑了145公里的續航了 那儀表板上呢 預估續航里程式還有262公里 我現在要從台北的內湖 開到彰化的球場 那根據導航的顯示的話呢 是有200公里 所以幾乎這個電會用到這個很少的地步 那到底能不能到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剛剛從內湖出發到現在已經在林口了喔 我快要過林口的這個最頂峰了喔 那我現在續航里程呢還剩下234公里 那導航說我還有163公里的路程 我們會在5點43分的時候抵達 我們現在下午洋了 剩下里程剩下209公里 導航顯示的里程式還有133公里抵達目的地 BMW呢還是追求駕駛樂趣的 所以在高速公路無論你要超車 或者是說你大載大腳油門 它都可以給你非常穩定的性能 而且這模擬音效喔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我現在已經經過湖口的服務區了 我現在剩下55%的電 那續航里程呢是208公里 感覺好像沒什麼太大變化喔 好 我們現在4點17分喔 經過了91公里竹北交流道了 目前我剩下53%的電力喔 那螢幕顯示是還可以跑210公里 好像電都沒有什麼太多的減少耶 我們現在已經快到了造橋的出口了喔 那到造橋出口之後 現在呢 儀錶板顯示 還剩下44%的電 那現在是4點37分 儀錶板顯示我還有173公里的 需要來這裡 我現在已經快要到3億了喔 那現在呢 顯示的電量39% 還可以續航里程是146公里 導航顯示我63公里 就會到目的地了 再一小時 所以呢 電量應該確定喔 是夠的 我馬上要下台中的交流道了 五泉溪路的交流道 181K 我們現在剩下98的電力 續航的里程還剩111公里 其實電動車就是很穩 你看下交流道這種彎 整台車你就會感覺它的重心真的非常低啊 側景呢 也很少 好 我現在離目的地已經剩下6.5公里了 導航顯示14分鐘就會到了 我現在剩下25%的電力 那儀錶板顯示呢 我還可以跑97公里 所以應該是絕對夠的啊 那等一下到終點之後呢 我們再來揭曉 這一次到底剩下多少電力 好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喔 那我剩下23%的電 那現在儀錶的里程呢 可以顯示92公里 好 現在時間早上6點03分喔 我打算從台中的日月前夕酒店呢 我要回我內湖的公司 根據Google的導航呢 需要169公里 2小時08分 會在8點14分的時候抵達 現在我電池的電量呢 是100% 我剛開上來 車庫之後有掉了1% 99% 續航里程呢 418公里 走 現在就出發 好 我現在已經下到內湖的鐵頂交流道了喔 那目前是7點57分 我的儀錶板顯示電量還有59% 那因為我有設定了車用的導航喔 所以現在在儀錶板上面 它顯示呢 我距離目的地還有5公里 到目的地還會有58%的電 那現在續航的里程呢 還剩下254公里 好 那最後我們再看回到目的地之後 是不是和現在這個導航顯示是一樣的 A few minutes later 好 我現在已經抵達了我們內湖的辦公室喔 目前呢 儀錶板顯示剩餘的電量是57%啊 那可以 續航里程是248公里 那我在高速公路上平均的電號 大概一度電可以跑5-6公里左右 根據儀錶板顯示 那早上呢 我直接從台中回到台北 還可以剩下200多公里 所以看起來當天往返台中喔 是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是像我們這次 兩天一夜的行程的話呢 晚上再充個電喔 如果用快充充一下 再用慢充補一下的話 那其實這樣子的續航里程喔 大概400多公里的續航里程 在日常的使用呢 應該算是沒有問題的